之前帶大家去看四個新居屋項目 包括北角 土瓜環 將軍澳和沙田 全部都是單棟樓 反映了市區居屋真是很難找 今集就讓我們帶大家去看啟德和觀塘安達成這兩個新發展區 看看這兩個市區居屋的最後糧倉究竟是怎樣的 Let's go 啟德啟恩園和觀塘安達成安秀園分別提供1840火和1906火 合共供應3746火佔了今次全部供應的42% 而且兩個項目都難得地不是單棟樓 所以我們說是糧倉就是這個意思 先說一下屬於啟德發展計劃一部份的啟恩園 這裏周圍都是沙塵滾滾 都仍是地盤來的 啟恩園位於木禮街6號 即是現在的啟德2B區2號地盤 這裏將會興建兩座40層高的住宅大廈 單位面積介乎186至448呎 以復收居屋以來最低的五一節定價 平均呎價大約只是8530元 售價介乎124萬至479萬 看回目前的啟德市佬平均呎價超過2萬元 至於區內兩個近年開售的資葬房屋項目 即是市建局的換年一居 和防委會的啟朗園 平均呎價都要差不多1萬元 啟恩園的呎價可以說是非常吸引的 可能是在北閣企華園後第二受追捧的新居屋 這裏有四大優點 第一是輪近屯馬線的宋皇台站 只是需要幾分鐘的暴停 第二是屬於名校雲集的34號校網 第三是部分的高層單位可以遠望海景 第四是項目包括了一個兩層高的零售商場 地庫還會與未來的啟德地下購物街連接 買東西都很方便 不過也有一個明顯的缺點 就是項目有接近兩成的單位 都屬於186至189呎的納米單位 只有一個車位這麼大 相信容納不到有一家大小的市民 畫面一轉 我們便來到安秀院所在的安達神身發展區 其實上面仍是地盤 所以我們只可以來到這個位置做一個軟觀 觀塘安秀院提供1906個單位 設有兩座33層高的住宅大廈 單位使用面積介乎279至479呎 平均赤價大約只是6590元 售價介乎153萬至325萬 附近的社區以供應房屋為主 撇除一個港人首置項目 區內只有一個單純的私人住宅項目 安達神新發展區 位於觀塘區和西貢區交架的東九龍半山位置 比地勢已經很高的壽茂屏 還要高多一層 可以說是居高臨下 但是交通和生活具套會是一大挑戰 相信安秀院的業主要有做開荒牛的心理準備 雖然政府在2014年提出說會起東九龍線 想改善東九龍半山和壽茂坪一帶的鐵路交通 但是到現在仍是起一個技術研究的階段 估計未來的落成是遙遙無期 安秀院距離觀塘鐵鐵站至少有20-30分鐘的步程 而且還要上山下山 相信居民出入就一定要乘巴士或小巴 日常生活方面 居民需要依賴安達村和寶達村 這兩條村內的商場和設施 兩個連接安達村的行人連接設施 預計會在項目入伙時落成 修貿坪有個大型的天橋系統 專門讓居民下山用 到時居民可以天橋搏天橋地下山 剛剛就帶大家去實地看了啟恩院和安秀院 現在就想和大家分析啟德和安達神的土地供應 兩個地方都位於九龍的核心範圍 通過拆遷機場和石礦場這些大型的基建設施 騰空出大片相連的土地用來重新發展 是市區內的新發展區 來自市區新發展區的供應 佔了今次全部居屋單位的42% 是我們之前說過的四類土地中佔比最高 相信在未來的中短期之內 市區新發展區會繼續是資助房屋的供應主力 預計涉及15個項目超過2萬個單位 但是在市區新發展區大量推出資助房屋 其實是政府為了應對供應房屋土地儲備 在肝塘之下的應急資賊 這土地中有很多本來是用來做私人住宅發展 但是後來就改了做起資助房屋 為了彌補私人住宅的供應 政府又在2021年 將五幅位於啟德的商業用地 改劃做住宅用途 為了增加房屋供應 兩個市區新發展區的規劃 可以說是一改再改 偏離了原來的發展方向 這樣對社區的長遠發展都不是那麼理想 以啟德為例 商業地的減少 其實可能會影響到整個九龍東CBD的部署 另外 通過調整公私人房屋供應比例 去增加某一類的房屋供應 實際上是會導致另一類房屋供應的減少 只不過是將地由左手交到右手 這樣是不會增加到整體的房屋供應總量 啟德和安達神的土地供應 實際上已經見底 是目前市區房屋供應的最後糧倉 如果要開闢房屋供應的新糧倉 政府便要加快新界發展和大規模填海